大家好 在Canva除了在那边选主题类别 在这里很重要 我们刚刚在那边选的 不会有看到学习单喔 老师常常会做学习单给学生写 对不对 那这样打进去注意喔 等一下会不会什么都没有 按Enter 他会讲没有 怎么会没有了 因为打错了 错哪里 不是字错是这个错 专案是你做出来 曾经做过的档案 我没有做过学习单的专案 你应该选的叫做什么 范本 范本这里所以在搜寻的时候别点错 这边就22,699个 那老师这些干嘛 你要搞清楚啊 你只要点开来 接下来怎么 这是我们三年一班学习的学习单 S的纸张啊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按两下改名字啊 二年一班 对不对 那把它改成中文 那很多iPad种子教师 他们都拿出来做学习单 这一页不要给你删掉 他把这一页做完以后呢 把它输出成图片 放在iPad里面的 Pages, Number, Keynote 当成背景 所以他在公开课的时候 也要找给学生 哇那些都很棒 学生其实负责填内容 可是版面看起来非常成型 所以很多iPad种子教师 或者下次你也可以 如果你到iPad做教学 需要学生看起来做出来 成品很成型 你应该可以在这里做 我们希望国文老师在教国文课也是一样 教孩子呢 找一个漂亮封面 你去介绍李白的 然后呢 去收集他的资料 把图片放进去 然后去CheckGP 我们在iPad里面 可以把CheckGP网页放进去 所以学生的文字图片 做出来学习单感觉好极了 这是他做的 他做的 这跟你讲 他跟你讲是这个 所以你看到这个 我每次在想说 这个真的很棒 对 你的任务记得要点选范本 OK吗 这边两千多个 那这很棒 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好了 照片拼贴 这个我也蛮喜欢这个的 照片拼贴做什么呢 20x30公分 这是可以拿来做输出列印的 来 展开了 一定不是点这里 点哪一个 这个可是可以 范本这边有1715个 老师怎么那么少 这边有筛选功能 我刚做什么筛选 不记得了 就先把它清除吧 套用 全部有一万三千多个 你看见吗 有时候筛选的地方 那这边要做什么 我这一次学生的模范生做什么 或是学校照片 可以放 你贴在FB的照片 也可以使用这些范本 这些照片效果很好啊 你看到吗 也许在班清会的时候 你可以 这是我们学校 这是表现 这是我们班上活动 什么班清会的运动会的照片 把学生的活动整合起来 对我们来 而我们用最简单的四张涂教 下面还可以换呢 你有看见吗 这也很有变化啊 我不是因为喜欢这个小姐 我是喜欢这个版型很有变化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把你跟学生上课的画面放进来 来 取代掉 你上课的教学的画面放进来 好 那放进来我们再来提一下 任何教学都难免少不了什么 标题 老师 没有活动名称 就自己给啊 来 我加一个 三年二班 生活写真 你不会这样交出去吧 这看不清楚啊 你也卖脑啊 哦 在这里也不行 这里亮了 这里按了怎么办呢 好 跟各位讲个技巧哦 我们在元素的地方前面讲过 会运用形状来 补一个背景框给它 好 来 这次我用 点了它 来做什么呢 调大小 呃 圆角矩形好了 删掉 点了它删掉 再给个圆角矩形 来 点了它 拖一进来 拉到这里来 老师叫你打字 不要打字 旁边点一下它过来 你可以选白色就好了 白色 灰色 黑色永远不会冲突 老师我点白的把下面挡到了 点的这个要选透明度 透明度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技巧 你看见吗 老师我想给点色彩 行啊 如果觉得这样色彩不够 好 那点了这个框 要点对哦 这个是文字呢 我现在选这个文字了 框在哪里 这个 点不到怎么办 请它来帮忙 位置的图层 我在这里可能精准点到它 就可以调大小 那这颜色你也可以给啊 因为我现在设了半透明 所以其实设什么东西还可以 这个 哦 如果是这样 那字是不是应该改成白色的 对比较清楚 你看见吗 哦 加了这个那就可以了 哦 这是我们学校生活写生 那这两个要一组呢 所以呢 再来 位置的地方 按住shift的键 在电脑视角连选 按右键可以把它 群组 群组以后呢 移动就一起移动了 调大小一起调整 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我觉得应该加这种 哦 三班的生活写真 哦 所以透过套变拼贴 当然输出下来 就可以来使用